那我們五個人今天各穿了不同的設計師的衣服 我們就先從老師的開始 來聽聽他的故事 首先是什麼老師呢 老師好 老師果然來到這裡真的是非常榮幸 我先講一些可能老師不方便講的部分 怎麼說呢 酬勞嗎 不是 潘映良老師 潘映良老師其實他素有針織女王之稱 他應該是算全球很少數能夠以針織起家的設計師 怎麼說 因為其實針織很費布料 很費時間 而且針織能夠做的變化其實很難 很有限 因為他沒有辦法譬如說很挺 可是潘映良老師他透過了針織的特性 長短然後重量扭曲編織 然後去塑造那種女人的曲線 去講每一個女人的故事 那美感也要很夠 對 非常厲害 對啊 聽坎文老師這麼說 這工藝這麼難 這麼難轉 你為什麼還要這麼堅持 沒有 因為喜歡越困難都越喜歡 厲害喔 喜歡挑戰 喜歡挑戰自己 尤其既然講到扭曲 針織 那我們要從這套開始開 這兩套我同時介紹好了 因為這是台北雙周的開幕秀 那我跟 我其實真的蠻幸運的可以跟唐美妍老師 就是以歌仔戲 然後為我的靈感來源 其實歌仔戲大家都會看過戲曲 其實最重要的是音樂 所以我其實這次的靈感就是 從音律還有線條的感覺 其實跟我針織在創作的設計 其實也是以線條 因為我很喜歡勾論整個曲線 這一套是 手搖編織機製作成的 手搖編織機 對 所以會 聽過珍奶對不對 不聽到什麼表演 聽到手搖 手搖編織機 其實就是從 因為我擅長魚尾這個設計 好美喔 然後上面就是 代表那個音律的感覺 對 就是那個轉音 波動在流的感覺 對 其實有點想像的空機線 有突然想唱歌 好漂亮 所以我比較喜歡線條的感覺 是 所以它是音律 音波 它是melody 它就是歌詞 是不是 這是歌詞 有發現嗎 上面其實有歌仔戲 對 我將那個 對 再重新 原來這是歌仔戲 但我覺得男生 跟底下的這個紗的寬褲 還在紗血 怎麼會想到這樣搭 這也是傳統戲曲的線條來的 對 好酷喔 這西裝的肩膀做得好挺喔 我就希望是用 就是那種的元素 然後再去跟現代的款式 去做結合 對啊 沒想到珍織女王西裝 也做得這麼好 真的 厲害 台北時裝週滿厲害的 就是它其實一直在推廣 就是我們傳統的工藝 對 包括今年是戲曲 但是去年的時候是那個 原住民 圖騰 對 圖騰的東西 去年也有來 然後別吃那些工藝 對 我覺得每一個都會有 這一次我們台北時裝週 其實主要是針對很多戲曲 不同戲曲的那種表現的工藝方式 不過我是覺得在服裝秀 就是我們叫服裝發表這件事情上面 所謂的主題其實更多的是因為 我們把服裝設計當成一門藝術 我們希望把台灣本土的藝術做結合 並沒有去框住任何設計師的創意 只是做藝術與藝術的結合 那在看這個時裝週的時候 最重要的還是要看品牌秀這個部分 因為品牌秀才能夠代表每一位設計 他這一些年來的心路歷程 以及接下來的那一季 要帶給所有消費者 他的服裝設計的概念 OK 好的 那老師身上這一套 就是品牌秀 是 跟那個開幕秀不一樣的工作 對 超可愛的 那上面是什麼圖案 來說一下 好 我來說 這次我覺得很好玩 是第一次我是跟NFT結合 對 然後這是克隆仁 克隆仁 其實克隆仁是 身上有幫克隆仁去做配飾 對 那我就是 怎麼講 這樣他在做二創的設計 老師這一次的品牌秀 他在直播的時候可以看到 他前面有結合了AR 然後DJ 再加上虛擬的MFT 前面也是猴子在走對不對 對 然後現場他不同的階段 衣服所呈現出來的 你會看到有很實穿的東西 然後有很迷幻很虛幻的東西 完全不像你 真的 超可愛 超年輕的 對 看那個影片的時候 我完全沒有想要是老師的時候 對 因為很跳通 然後你看 我身上的這個衣服 其實就是有點類似像BOMMER 有點像那種飛行外套 然後用不同的材質 然後上面就有很多虛擬的人物 所以我們一般老百姓 我們都買得到 你來秀的話就比較實穿 這蠻好看的 真的蠻好看的 所以不想再講 潘老師他最近最新一季的那個 就是春夏現在正在扮售衣服 怎麼了 好可愛的 有一個粉紅色系列我愛翻了 有 我那時候看到粉紅色的時候 我也覺得 這潘老師的作品很跳 跟之前不太一樣 對 之前潘老師大部分都比較深層的顏色 對 比較酷一點 黑色 灰色 酷一點 沒有任何性別 沒有任何年齡 對 只要你喜歡 就像老師的作品一樣 勇於嘗試 但是